先愛自己 因為你不可能給別人你沒有的東西 愛只能經由你流向他人 好,謝謝 我現在就想給一個卡 可以啊,你要想給,反正你有這個功能 我有這個功能? 你有這個機會 首先我現在表達一下我強烈的一個感受 不能說是點評和觀點 因為大家一直覺得說兩位評委好 可能董哥,社會我董哥算是評委老師 但我是一個歌手來的 我坐在這裡可能我代表了一部分的普通的聽眾 對,其實我覺得剛才他的演講裡面有一個最 我上車之前,別人採訪我今天你演講 你想聽到什麼樣的演講 我說真誠 我說真誠 其實我覺得他剛才的演講裡就是有很多真誠 他不是一個很假的雞湯不停地在灌我們 他而是把這件事情幕後的樣子 可能這個幕後的樣子是有點血淋淋的 是我們不想去看到的那個樣子的 但他今天全都用他的一個方式表達給我們 讓我們覺得我們可以不僅通過他這個演講 感受到一些,我知道了這樣一件事情 重要的是,我覺得 首先我知道了 如果你想去幫助別人 你真的是你要有那顆真心 你也要做好那個不好的心理準備 而不是說哎呀我今天去行善了 然後我就待了兩天 然後我就走了 怕發個朋友圈 我去做公益了 其實這樣的事情很多 能想像得到 但是他今天這個演講 很打動我的心 即使剛才停電了 他還是能夠 找到很棒的一個情緒 繼續去演講 對,所以我覺得 反正我想給他直接晉級的那個卡片 那個卡片在哪裡 就在你背後 是這個嗎 對,這大的那個翻盤 可是董老師還沒講 其實你不給也過了 是嗎 因為我肯定給 對,那我也是要給 但是我為了表達我這種激動 就是我們兩個都要 好啊 你可以先給 我想先給你一個這個 哎不對,算了 對不起,我有點無厘頭 因為我這邊看到的是這個字 我想給你一個靠邊停車 不不不,我想給你一個大的頭等艙 好,直通的機會 恭喜你 恭喜你 我們笑幾集 恭喜你 拿這把 因為我想讓他走得更遠 然後繼續傳遞這種真的能量 讓更多人知道什麼事情 我能做,我就做 我不能做,你別裝樣子 對對對,好棒 非常棒 因為我自己之前去支教 我支兩次教之後 我就不再去了 我不再去的原因 就是你說的這種 就是你去了以後 實際上 我不知道你有沒有這種概念 就做公益啊 很多時候收穫最大的是做公益的人 嗯 就是被做公益的人 其實沒啥收益 而且不僅沒有收益 有的時候還會有痛苦 對不對 所以 我覺得你今天前半部分 講了一個很感人的故事 然後後半部分 你說了一個非常好的觀點 我極其認可 就是公益不僅是一種善心 它更是一種能力 對吧 它是一個很專業的 對,它是一個很專業的事情 它不是說 我想做公益 我就一定能做 我給點錢嘛 我去那以後 我身體力行的去 給人打掃衛生 我去 這都是對公益的最淺顯的理解 我覺得這都是 所以我覺得今天你傳遞出來 不僅有感性的感人的部分 同時理性上又呼籲大家 這是一種能力 我覺得這件事做得特別特別棒的 反正我 就無論如何 就是我差點也給吧 差點沒問題 保留一下 對,我保留一下 非常棒,非常棒 恭喜,恭喜,加油 謝謝 真的 這個 今天我們第一位 拿到直通卡的選手 記詞 就是本來吧 他一講這個慈善的東西 我們都有點害怕 你知道為什麼 就是有被 尤其演講的時候講慈善 有綁架 對,有道德綁架 但是他後面就非常好 你敢否定他嗎 我說的都是善局啊 對不對 但是他這個特別好 就是一不撒狗血 二不餵雞湯 對 而且呢不綁架你 真真實實告訴你 慈善應該怎麼做 對吧 其實你是反對那些 為了滿足自己的 那個心理需求 疏解 然後去做慈善 做完自己特別爽 留些一堆爛攤子 給了這些 反而給了傷害的人 尤其是剛剛結束的 六一的時候 就特別明顯 每天會有 大概有六七拨人 然後來 就明顯感覺 孩子已經很累了 就像看動物一樣 對,看動物一樣 然後我當時 發了一個朋友圈 我就說 我覺得 每到六一的時候 不是他們在獻愛心 是我們在獻愛心 啊 我們在提供一個平臺 給想要獻愛心的人 一個機會 說得好 好了 好 那再次恭喜季慈恩 謝謝你 我們下一場演講見 謝謝 來吧 好 好 好,先別著急下車 來,我們這邊坐一下 好 OK 這是你的那個標籤 好 對 嗯 怎麼樣啊,感覺 就是很真誠地去分享 僅僅是分享 對 你講得很好 我們單純除了這個 慈善的角度來 拋開這個不談 你本身的演講好 這個最重要啊 我跟你說 就也許你有一肚子 這個真誠 但你道不出來 那怎麼辦 你就不叫演講 對吧 那叫冥想 對 我們畢竟是一個 演說家的一個海選 所以你講得很好 嗯 就是不誇張 也不造作 有故事 嗯 但我覺得你可以講得更好 嗯 其實 所有的故事都要服務於一個主題 對 或者說服務於一個你想表達的觀點就夠了 因為太多了 嗯 就我個人建議啊 在下一講的時候講一件事 或者一個觀點 嗯 所有的故事都圍繞這個來講 三個故事足以 嗯 對 然後把它串聯起來 最後 把自己想表達的一個思想 融在故事裡面 就很棒 我覺得你的演講會 會給大家帶來很多 關於中國慈善的思考 嗯 這是比 可能比你做義工啊 當然踏踏實實也很重要 嗯 但這是比你做義工 更容易推動中國慈善事業進步的一個方式 OK 欸 你自己做了十年義工了是吧 嗯 全职了 嗯 現在是全职 近五年是全职 全职啊 嗯 你會不會就是 壓抑 不會 就是 你不會抑鬱嗎 嗯 其實這個是很多人都很擔心的一個問題 首先就是說 你要去面對自己的那個 那個就是那種柔軟的東西 是 就是可能我一開始會 就剛做了第一年第二年 你會覺得每天在經歷很多的事情 生離死別 對生離死別 是很壓抑的 對 但是你必須要療癒這件事情 怎麼聊 就是說 比如說離別 比如說死亡 你需要去面對這個課題 這是每一個人都沒有辦法逃離的 那我花了很長的時間去去去去面對 並不是逃避 嗯 是面對離別和死亡 就是人非常正常的一件事情 你需要去接受 這就是事實 無論你有什麼樣的情緒 它都是正常的 所以我是在長年的這種工作 和我自己的這份療癒之中 完成了對於苦難 對於死亡 對於各種我們所說的負面情緒的一個一個功課 嗯 然後所以現在就無論發生什麼 就是說嗯 是有點難過 是有點難 但是這就是生活 OK 我還有一個靠奇的點啊 嗯 就因為那個環境畢竟比較特殊 對 對吧 嗯 你在裡面做專職的這個志願者和義工 這是一份工作了啊 這也是自己的生活的一部分 對生活很重要的一部分 嗯 會不會跟外界有些隔離 會 或是適應所謂的世俗的大眾 嗯 和這個燈紅酒綠的都市 嗯 也沒有 就是只是說更多的人不那麼理解 就是我要花很多的精力去 比如跟我的父母去解釋 我為什麼要來做這樣一件事情 嗯 但是但是因為其實你看到了更多的所謂的悲慘 反倒能夠理解 呃 一些 一些很平常的事情 就就比如說我們的孩子 就現在的很多年輕人會 會 會抱怨或者是呃為一些事情焦慮 比如說呃 什麼生活的壓力呀 職業的選擇啊 我有的時候就在想 好幸福的煩惱啊 嗯 我們當孩子可能一輩子都不會有這麼幸福的煩惱 嗯 他們的煩惱只有一個 就是該怎麼活下去 所以當你經歷了生活最 就是呃 更多的時候是會覺得那些平凡的琐事不那麼重要了 嗯 很辛苦的應該算是保育員 嗯 他們真的是 他們只有倒休沒有沒有假期 哦 對 他們呃 他們常年在一線服務於孩子 呃 然後也也承受了很多 也很辛苦 我覺得 我真的非常深深的 感謝他們呃 十年如一日的 照顾那些 其實並不容易的孩子 嗯 嗯 真不錯 哎呀 同學們看到了應該很替你高興 就是我們今天 上海第二天 嗯 上海站第二天 你第一個拿到這個的 哦 他們每個人只有一張這個票 哦 只有一次機會 他一定是他覺得哦 非常好 嗯 我就必須給他 我才會給他 而且他們倆都想給你 我要有一張 直通票我也給你 對 就聽得我 不光是精神一震 而且心靈一颤 對 因為其實你看我們做節目的人啊 接觸到了特別多 行星總總社會各個层級的人 福利院的人也接觸了很多 嗯 對 但是我覺得 就中國慈善啊 有很大進步 但是依然任重道遠 是 OK 好的 啊 那我們怎麼著 我這個 哎 因為他結束的這個叫順利的就拿到了票 還沒有到站是不是 好 那我先進去了 啊 好 祝你好運 我們下一站見啊 下次演講見 哎呀 回來了 辛苦了辛苦了 還沒到站呢 啊 哇 真的很不錯啊 我又跟他聊了一句 真的很不錯 他還跟他們福利院的那些保育員打了招呼 他們的小伙伴們都在看他演講 覺得這樣的人就應該多出來演講了 對 對嗎 對 扎心了 哈哈哈 真扎心了 會不會跟外界有隔絕 他說其實還是有 有一些不適應的 包括父母 對他 哦 對 有時候你 我都 因為做節目時候 我們都不敢去聽太多這種真實的故事 進去出不來 對吧 就身體出不來 還好 心理出不來 對 對 就會有 你會有那種時候嗎 就進去以後出不來 都出來了 哈哈哈 哎 嗯 出不來也要強制性出不來 不是出得來 嗯 吃 其實他做這個真不容易 他做這個太不容易 自己進去了 還要 猛的一下面對這些事情 然後再出來 然後再要面對其他的孩子 對呀 尤其是他說 剛才不說嘛 對 孩子死亡的時候 然後再跟別的孩子去解釋 哇 你怎麼去說呢 小孩子他不太懂 這個比那個道士的修行可不 難度可能還更高一些 對 突然覺得我們道士太猛了 哈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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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反正也沒有